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我的情绪非常容易被国内妈妈的情绪所左右 她现在年纪大了,不安全感增加,也非常容易抱怨我的父亲 我们在国外的女儿该如何摆脱这种泪疚感 好像妈妈不开心,我就无法开心 我的开心是建立在妈妈的分离痛苦上的 最后的这句话说得好像不是很清楚 我想这位网友可能要表达的是 她的开心是建立在和妈妈分开时 听不到妈妈的抱怨的声音吧 但是,完全不管不顾妈妈,又显得没有人情 内心产生泪疚而纠结,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个人觉得有三个对策 分别是第一个对策,父母缺什么就给什么 第二个对策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第三个对策就是,允许一切发生,接受一切发生 第一个对策,缺什么给什么 网友说妈妈非常缺乏安全感 那么,为什么会缺乏安全感呢? 是经济的问题吗? 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吗? 还是情感孤独的问题呢? 如果是经济的问题 那尽量地给金钱上的补助 并坚定地告诉父母 我们一定会给他们养老 让父母不要为了养老金而产生不安全的感觉 如果是身体健康的问题 那就尽量多安慰 请护工帮忙照顾 并且让父母开心 以减轻身体上的疼痛 如果是情感孤独的问题 网友因为住在国外 不能时常回家陪伴 那就想办法让母亲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比如说养宠物,种菜,跳舞都可以 原则上就是妈妈开心就好 比如我妈妈就喜欢打麻将 每次输赢都不是很大 平时做做家务 做一做田里的农活之后 闲下来没事就和邻居们一起打麻将 以前我会阻止妈妈不要打麻将 现在我觉得 妈妈有一个生活上的乐趣就挺好的 总之做不到经常陪伴父母左右的话 金钱上的安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是又不想养老 又听不得父母的抱怨 那就不是父母的原因了 如果这些都没有效果的话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用魔法打败魔法 什么叫做用魔法打败魔法呢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有时候会很任性的 坐在地上打滚哭闹 哄都哄不好 这时候有的妈妈就会跟孩子一样 孩子哭妈妈也哭 孩子闹妈妈也跟着一起闹 这个时候许多小孩子就忘记了自己该怎么哭闹了 于是就不哭不落了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当你和妈妈打电话或者见面沟通的时候 你试着和妈妈一起抱怨 并且比妈妈抱怨的还要激烈 还要表现出更加没有安全感的样子 这时候你母亲会不会激起那种为母则刚的那种本能呢 母亲会不会觉得我的孩子太懒了 我不能给孩子们添麻烦 这样你的母亲会不会为了你而变得坚强起来了 当然这是我随意想象的 你可以当一个笑话听一下就好了 我女儿经常会哭着对我说 我为什么要整理自己的玩具呢 我也会哭着对她说 我为什么要每天做饭每天洗衣服呢 这时候我女儿看到我也哭了 她就不哭了 她就自己去整理她自己的玩具了 第三个对策就是不介入他人的命运 允许一切发生 接受一切发生 我想这位网友只是想摆脱母亲的负面情绪 给自己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吧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天生和自己的亲人缘分是比较浅的 这是一种天命吧 有一句话叫做六亲缘浅本是命 修得不欠自成福 所以我觉得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尽管善良就可以了 至于母亲的命运就交还给母亲 我们只需要允许一切发生 接受一切发生 断舍离亲人的情绪绑架不是说对亲人置之不理 她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 怎么可能不管不顾呢 但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要快乐的呀 所以先让自己开心 先爱自己 爱自己不是自私 要求别人爱自己的人才叫做自私 让自己发光发热 让自己闪闪发光 你的母亲如果能够接受到你温暖的能量 是她自己的福气 如果她接受不到你的阳光 你的温暖 那证明就是她的命运 我们介入不了别人的命运的 其实尊重就可以了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何大愿必有余愿 有德思弃无德思彻 天道无亲常于善人 她的意思大概就是 一些大的矛盾抱怨 是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的 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不满 也都会有一些遗憾 而有福德的人 她会有一颗包容的心 但是福德比较缺失的人 就会去斤斤计较 天道的规律 是不会因为你是亲人就偏向于你 而是会将最好的留给心底善良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尽量地善良敬礼而为就好了 其他的就交给命运的安排吧 六亲缘浅本是命 修得不欠自成福 你会越来越好的 修得不欠bor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